首先第1个,computative property 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交换率 之前学过,a乘以b可以等于b乘以a 或a加b可以b加a 这个我好像在之前也稍微有点概念跟你讲 我们现在比较正式的跟各位说明一下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函数 x 跟h 做touch 它最后会变成h 跟x 做touch 也就是先后没有关系 反正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怎么证明或怎么去说明 就是靠公式 x 跟h 做conversion 就是x 跟h 的n-k 对一项相乘 然后取合k重复一项 这是公式 你要怎么做? 你就把后面这一项 基本上你要换过来 你就是要h 的地方擺在前面 所以你把后面这一项 我定义一个新的辨数叫r 所以后面这边h 这样定义一下 那前面这个k x 的k 就会变成是 一项过去就变成n-r 所以就变成n-r 这时候我们要用到的是 乘法的交换率 因为假设我们学过 加法跟乘法的交换率 所以这两个 x 的n-r 跟h 的h 两个相乘 可以变成h 跟x 的n-r 相乘 这个是用到已知乘法的交换率 那这样换过来之后 那你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诶 那个式子就很熟 这个式子我先不管谁 反正就是这一项跟后面这一项 前面这一项跟后面这一项 做卡录律的结果 所以就等于h 跟x 做卡录律 因此第一个我们就证明了 x 跟h 做卡录律 会等于h 跟x 做卡录律 另外一个是continue high 下面是continue high x 跟x 做卡录律 也会等于 h 跟x 做卡录律 那一样带公式 就带进去 x 的t-tau 那你把后面这一项 做变化变入 就叫做sigma 对不对 那sigma 就会变成hsigma 前面就是x 的t-sigma 那唯一跟continue high 跟disgrine high 不太一样的是 因为前面这个d-tau 做完后这边有个负号 那你的G1分 G1分会用正无限大 7到负线大 因为在summension 在disgrine high 你由负的一个一个加过来 跟由正的一个一个加过来 是一样的 但是积分不一样 特别注意一下 积分这个地方 从正无限大积到 从正无限大这边积到负的 无限大 它是逆的方向算 如果你要把两个换过来 正无限大积到负线大 变成负线大积到正无限大 加一个负号 那加负号就加负号 可是前后面还有一个负号 后面这边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这两个负号 刚好可以抵消掉 负负得正所以得到正 所以两个再换过来 你的机缘就变成负线大积到正无限大 然后X的听前 听前是一个 X的C symbol 然后再用到乘法的交换率 所以这两个再换位置 换过来就变成这个Case 换完之后 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做卡路循 就是X跟X的做卡路循的结果 第二个叫做分配率 那分配率 可以看看上面这个 反正就是两个常数 1加7加大积再乘以A的话 会分配一下 就变成A乘以A再加上A乘以A 这是我们已经有学过的 假设已经学过的乘法 最加法的分配率 那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如果今天有两个函数 H1跟H2加在一起之后 再跟X做卡路循的 它其实会等于X跟H1做卡路循的 X跟H2做卡路循的 然后再加在一起 上面这个是DiscreteHide 下面这个是ContinueHide 我大概多明一下Continue at DiscreteHide的Case 那一样你也是根据定义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就是K等于Fu 现在要到正五线档 好 那就是X K 然后后面就乘以这一项 好 所以这是H1 然后这边有N-K 对不对 再加上H2 加上H2 N-K 对 公式就是这个 就是两个东西的卡路循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 前面那一项不变 N-K 后面那一项的N 就变N-K 然后把它带进去 所以这是等于Fu 好 那再来就用到乘法的分配率 因为我这样画的时候 只是变成三个东西 三个变数或三个数字的乘法分配 所以一样就把它拆下来 这一样是K 然后这是F K 跟H1 N-K 然后再加上 F K 然后这是H2 N-K 好 这整个 不夸 好 然后还有就是 接下来就是这个sumension可以进了 这个sumension可以进了 对不对 因为这是乘 然后再加这两个可以拆开 所以我实际上可以把它拆成两个 sumension k 然后 sk 拆成两个sumension k 那这也是H2 H2 N-K 好 那这样整个弄完之后发现 哇哦 那前面这一项呢 跟后面这一项分别就是另外的两项 它们分别是谁呢 就是 sum 1 n conversion 后面这一项是s n 跟h2 n conversion OK 所以就等于上面这一项的结果 好 好 好 那 continue time也是一样 continue time如果一差别是 这个变成积分 然后这边是d 好 就这样 那这边是积分 然后积分 那积分也一样可以分配 先加减再积分 可以先积分再加减 好 那一样得到这些关系 然后就等于后面这一项分 好 但是公式上会有这样子 可是就系统面来讲 他们做一件事情是像这样 上面这个case x 跟两个讯号 x1 x2加起来做conversion 那意思就是x1x2 我们代表是系统 所以有一个系统里面 可以有两个成分 x1跟x2这样的两个成分 那你把x带进去 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产生出来如果叫y 那 这是左边的解释 那右边的解释是x跟x1的conversion 加上x跟x2的conversion 意思就是同一个x 会进入x1也进入x2做conversion 然后再把它加在一起 这个得到的结果就是y 通常我们要的是由右边推倒到左边 我设计了两个子系统 同一个讯号进去进入两个子系统 那我所存心的结果 其实效果就是这两个子系统 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先做加成之后 反过来讲我也可以说 我希望有一个大系统 是这样的 如果可以拆解成两个部分的话 这种并延式的拆解成两个部分的话 我可以分别去设计完 然后再把同一个讯号 丢进去产生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从图上告诉你 有这样的性质 第三个是分配 这是另外一个不是第三个 这是第二个分配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如果要两个讯号加在一起 我两个函数加在一起 跟第三个讯号 第三个函数做conversion 它也会等于先x1 x1这个跟h做conversion 还有x2跟h做conversion 这是加在前面的时候 数学上跟前面的配置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讲分配 交换 所以我可以把它放前面 放后面都一样 但是系统面不太一样 对这个例子来讲 我变成是两个讯号 输入的讯号 我把它加在一起之后 再跟这个系统 再跟这个系统做运算处理 所得到的结果 会等于这两个讯号分开来 先针对这个系统去做 之后再把它合在一起 通常你们设计的时候 会碰到的问题是 右边那个case 你设计了很多系统 很多个讯号进去 结果发现说 这个系统其实是等效的 这个讯号进去那个 另外一个讯号进去那个 然后再第三个讯号进去那个 可是这些讯号其实是等效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讯号先加起来 再进入一个单元 我不用设计两组电路 或两个电路去处理这件事 我可以把原来这个讯号先加在一起 然后进来再处理 所以这个是 如果分配率用在前面这个讯号的话 会有这个结果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处理的时候 可以方便很多 我如果有原来一个讯号很复杂 交代理这边很复杂 然后再进入这个系统之后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讯号先分解成两个部分 然后分别去做处理再把它加在一起 这是聪明这个理想 可能都会说我们的意思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讯号 这么复杂 有这个又有这个 有什么UofN 有这个UofN 然后前面也有一个什么 二分之二人字方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解成S1跟S2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S1 然后这是X1 然后这是X4 那X1呢 是什么 X1就是这一个 对不对 然后X2呢 是这一个 然后我再跟H H 这个分别去做扛 这边做扛图群 这边做扛图群 然后这得到结果是这一个 这得到结果是这一个 这两个讯号我们之前都做过 随便没做处理 然后再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那得到结果就是整个像Y这样处理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 感觉上很复杂的讯号 你要丢进这个系统去做处理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可不可以把这个讯号分解开来 然后一步一步去做 Convolution有这样的性质 有这样的性质 所以你不用一次把它做那么多 不是说真的把它带进去 那个微积分的形式 或那个Sumption的形式式式算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做处理就好